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EC Mandarin,我是佩珊 现在我在一个公交站上面 然后待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坐一种特别的公交车 那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刚刚乘坐的那辆公交车 虽然它有一名工作人员在里面 但是呢车子是由电脑控制的 它是会自行驾驶的 而工作人员呢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它才会去控制车内的运行 广州最近在某些地区开始 推广这个无人驾驶的公交车和出租车 那我刚刚是第一次乘坐这个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还是相当兴奋的 那我们今天就去问一下路人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无人驾驶的公交车吧 你最近会知道广州某些地区 会有这个无人驾驶的公交车或者出租车吗 没有就是在电视上 或者是短视频上面是有介绍过 但是没有 没有体验过 无人驾驶的公交车暂时还没有看到 有吗 有的 有有有 那个在广州塔还有生物岛这边都有 知道 刚刚还坐着 刚刚还坐着 你觉得乘坐体验怎么样呢 比较舒服吧 就没有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 有 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没有啊 在那个像生物岛这边我看到有 看到有 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无人驾驶车的 因为那个我们就住在这附近嘛 平时经常来这里玩 然后他会在街上走 小孩就觉得跟其他车不一样了 然后就会尝试想坐一下 那你们也是会对这个感兴趣会去尝试乘坐是吗 是的 是的 为什么呢 觉得新奇的东西还是想感受一下吧 你有机会的话你会不会愿意去尝试一下 会 为什么呢 想体验一下 年轻嘛 会啊 因为还是蛮新鲜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吧 就是因为无人驾驶 最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安全吧 就是可以体验一下 他对一些路线规划 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情况 会有什么应变嘛 对 肯定想啊 这无人驾驶车那么先进 而且应该说他都是依靠电子系统和信息系统嘛 相对来讲 他的稳定性啊 各方面应该都会很好 今天早上坐过一次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那种科技感比较强 之前在南沙那边又听闻过 那种是很大部的那种车来的 刚才就感受一下对我感触挺大的 因为我是那个做金融的嘛 一向都比较留意一个新能源的 那个因为我也有投资新能源的 比亚迪还有特斯拉 因为给我感触很大 因为现在好像是现在已经到应用程序了嘛 这整样是路面像是实话用的 不是说试验性质的 我觉得大概那个新能源的 就是这种无人驾驶技术 很无人驾驶就变成一个主流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很多 Easy Mandarin已经开通了独立的频道 如果你正在学习汉语的话 不管你是小白还是大神 都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 享受更多的服务哦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啊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会不会担心有安全问题之类的 没有 我觉得它这个车呢是非常安全的 并且它有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 它也会给你去急刹车 它会要求每一位乘客都系上安全带 不然的话它是无法启动的 因为它都开的挺慢的 这个还是挺放心挺安全的 嗯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感觉不是很保险 嗯 可能刹车 刹的不是特别好 嗯 没了 会有些担心 嗯 相对来讲 我觉得电子产品的东西 肯定是越来越先进啊 但是顾虑的话 那就是担心它的 因为电子设备可能也有些缺陷 它的缺陷就是说 因为它都是预定好的 如果是说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或者突发的情况 或者有些时候电子产品突然间出现故障 那就会有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现在来讲 应该不多吧 还好吧 现在这些智能化的东西也比较安全了 人家很多外国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都在 现在都在发展 发展这个无纹驾驶这种技术 嗯 这是一种趋势吧 我感觉 嗯 其实心理吧 因为我的思维方面比较理性嘛 就最简单的 如果它的故障率 比我们老司机的 那个故障率还低的话 那无所谓啊 嗯 你觉得未来无人驾驶的车辆 会不会代替现在的司机呢 会 嗯 发展成熟的话肯定是会的 肯定的 这是未来的趋势 嗯 我们不会 暂时不会 嗯 嗯 我觉得现在安全性还不是很高 嗯 嗯 这个我还觉得有保留意见吧 毕竟我自己开车 我觉得开车还是有很多 就是需要人就是 呃的意识参举在里面的 我觉得如果完全自动的话 可能还是不会 不是那么的放心 至少现在吧 嗯 还是需要很长时间 嗯 一些安全 但我觉得未来什么都还说不准 应该也不会吧 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司机的 嗯 因为无人驾驶它是固定线路嘛 嗯 对对啊 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的路况 就还是需要人去操作是吧 是啊 你像飞机地铁 其实都是无人驾驶啊 那个东西因为我了解过 他们都是最后降落 才会用到那个飞行员 或者那个司机呢 那我们汽车其实 不是更安全吗 嗯 只不像我们没有突破 我们以往的这个想象 那你这无人驾驶 无人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了吧 嗯 嗯 那司机的话是不是 呃 就比较少了 太好了吧 损几千块 哈哈哈哈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 还没到达这种程度吧 我感觉 嗯 因为你实际上开车的话 你自己开车你也会知道 它路面状况有很多复杂性 嗯 它可能它不像说 你一些工序一样 它很整齐大家都遵循交通规则 嗯 万一你遵循交通规则 而且你附近的人 他没有遵循交通规则 嗯 那这样的话 意外就会出现了 嗯 所以的话 无人驾驶的话 我觉得 它还没有能够自能到 能够预判到这一点 如果你在广州 或者以后有机会来广州的话 欢迎来体验一下 这个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另外你所在的城市 有没有类似无人驾驶的应用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